欧盟禁令来了 10月15日起 一切闪粉亮片的原料必须下架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亮片闪粉大家一定不陌生 它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化妆品 还有洗涤剂 个人用品 学习文具 贺卡中 它让一切看起来亮晶晶的十分的美丽 但是由于这些细小的亮片是由极小的塑料碎片组成 在欧盟9月25日发布的一项规定中 尺寸小于5毫米的亮片属于不容性和抗降解性的合成聚合物颗粒 因此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为了顺应欧盟的绿色转型 促进生产不含微塑料的创新产品 这些亮片闪粉产品必须在10月15日起下架 禁止使用添加微塑料的产品 是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深度的关切 环境专员维基尼游斯说 今天的限制影响的虽然是非常小的颗粒 但在减少人类污染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欧盟委员会解释 在我们的海洋中 有800万吨闪光粉和其他类似的微塑料 因此在等待找到更可持续的替代品的同时 从10月15日星期日开始 将不再允许销售 由聚合物和吕制成的闪粉亮片 有趣是在德国 亮片在执行禁令前销量急剧飙升 热爱亮片的人们无法想象 没有亮片的生活 疯狂采购 例如德国真人秀节目的宁人萨姆 狄伦对此表示他的看法 听到这个禁令我真的很震惊 他说 我世界里的一切都必须会闪闪发光 为了面对没有亮片可买的未来 他已经一次性购买了82包亮片 仅仅在欧洲 每年就有4.2万吨的微塑料 释放到环境中去 据报道 该禁令旨在防止50万吨的微塑料流入海洋 目标是到了2030年 限制微塑料在环境中的扩散至少30% 禁令还涉及了一系列化妆品 例如粉底 眼线笔 睫毛膏 口红 指甲油需要修改其成分 以便能继续合法销售 给化妆品公司带来转型的压力 在意大利从事贸易活动的街友们 也要注意这方面的法规 从周日起 亮片将被禁止销售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 下架禁令中所述的产品了